大长金童星也遭性骚扰,想退出演艺圈。 李世荣就是大长金中的小精英。 。 在韩剧《花游记》中有不错表现的女星李世荣,其实也是2003年大长金中饰演小长金对手的小精英。 当年才11岁的她,如今已长得亭亭玉丽,但在韩剧中总是开朗大方的她,原来也曾遭遇性骚扰。 25岁的李世荣近日受访表示,李世荣运动是一种很好的现象,也很有意义。 李世荣运动不能以此改变一切,但至少会让状况慢慢变好,让大家不再默许同样的事发生,对社会有很好的影响。 李世荣运动不能以此改变,接住她表示,自己未成年的时候,也曾经苦恼是否应该继续演戏,因为当时也遇过这些事。 不过她选择坚强面对,严盘间似乎一直遭受过性骚扰,但她后来也表示,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,只要正直和善良地活住,不要给人麻烦和做好自己,坚定信念,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就够了。 李世荣也指出其实不知女性,演艺圈中许多男演员,也都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遭到骚扰。